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Tao 我今天要教你如何在家裡 用最簡單的器材 完整的訓練到你的肩膀 那這次的訓練菜單呢 會訓練到肩膀的前中後數 在開始動作以前呢 我們會先講一下 你所需要的一些簡單器材又是什麼 再來會講到 你該做些什麼樣的暖身 然後保護你的肩關節 再來會帶到訓練的動作 該做幾組幾下 然後該怎麼做 所以當你看完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應該會有一個完整的概念 你可以在家裡 看這個影片 更多一起做 OK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再進行今天這影片 在上一集影片我們講到 彈力繩有分不同的阻力 那這次訓練呢 我們會需要 兩種不同阻力的彈力繩 一個阻力比較大 一個阻力比較小 阻力比較大的呢 我們會拿來做 肩膀前術 像是肩推的這種動作 阻力比較小的 我們會拿來做一些 側平舉 還有練三角肌後術的動作 阻力比較大的彈力繩呢 像是這種 這個阻力大約有 45公斤 最高 這個我們會拿來做肩推 上一集影片 我會教你如何在家裡做二頭三頭的訓練 就是靠這條彈力繩 如果還沒看過這個影片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底下找到連結 那這個我會拿來做 深小肌中術和後術 在任何訓練開始以前 我都會建議要暖身 尤其我們在訓練肩膀的時候 肩關節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地方 所以暖身一定要做得非常紮實 暖身的目的 所以除了要喚起我們肩關節周遭的肌群以外 也要促進肩關節周遭的血液流通 我們這次會做的動作呢 就是將 剛剛這條彈力繩 另外一頭卡在門的後面 當你握著握把的時候 你的前臂大約是和地面做平行 然後讓你的上臂 還有你的手肘 靠近你的軀幹 唯一在動的地方 就是只有你的前臂 然後你要做一個 像是門打開往外掃的一個這個動作 這個叫做External Rotation 就是這樣 控制它的速度 當你往外拉的時候 不要往上放回來 慢慢的放回來 像是你慢慢的 像這樣子 一邊的話 我們會做個十五下 你會感覺到 你的肩膀開始有點痠 尤其是在你的肩胛骨附近的地方 表示說你有抓到那個感覺 做完十五下後呢 換邊 當你做完十五下後 我們要再做另外一組暖身 那這個暖身 彈力繩的位置是不變的 這個時候你是抓著這個握把 讓你的上臂和地面平行 然後一樣 像一個門往外推往外掃的動作 在動的地方就是你的上臂 然後做一個一樣 是肩關節外旋的動作 這個動作一次十五下 現在人的通病就是會像圓肩啊 或是肩膀都問題 所以在做肩膀訓練的時候 一定要先做好扎實的暖身 再結束今天的訓練 所以你剛暖身完後呢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 今天的訓練菜單是什麼 今天的訓練菜單呢 就是這些 你可以先把它截圖下來 未來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按表操課 那我們就先介紹一下 每個動作 該怎麼做 首先我們第一個動作 要做肩推 肩推這個動作 我們會做三組 一組我們會做十到十二下 這個肩推動作呢 就蠻像是槓鈴肩推 就是我們在一般健身房 會用槓鈴來做訓練 那它整個setup的流程呢 其實跟槓鈴肩推是蠻像的 首先你要先固定你的彈力繩在你的腳底下 然後蹲下後 這樣的彈力繩是在你的手肘外側 另外一段彈力繩應該是要在你的脖子的前方 然後再慢慢的站起來 當你站起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拱腰 一定要保持脊椎是中立的 在處理前 先吸一口氣 穩定你的核心 將你的雙手 往上後方推 當你在推的時候呢 你的下巴 可能會擋到你的彈力繩 所以說先往後一點 然後再往上推 當你到頂峰的時候 再慢慢的把它放回來 做完十到十二下後呢 休息三十秒鐘 再把接下來兩組做完 再來這個動作是練三條心前束 這叫做front raise 那因為這個動作 所需要花的力氣 不會像剛剛肩退那麼多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個彈力繩 彈力繩呢 主臂調到適當的以後 把一端固定在你的腳下 然後呢 直接往45度腳的方向舉行 大概舉到超過水平面後呢 就可以放下 這個動作我們做三組 一組做十五下 主間休息時間三十秒鐘 接下來這兩個動作都會是三角肌後束的訓練 三角肌後束呢 就長在那個地方 我會拿著一樣彈力繩 大約繞過的地方 是要在你的肩膀以上的地方 然後第一個動作 它動作流程是這樣子 抓著握把以後 直接讓你的雙臂往外展 像這樣子 你在做動作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後收你的肩胛骨 往外展 你會感覺到三角肌後束 是在有收縮的 被擠壓的感覺 那第二個三角肌後束的動作呢 是face paw 一樣的位置 這個動作是握著握把 雙手微微的彎曲以後 直接往後拉 往後帶的方式 就像是我們開頭 在暖身的時候 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有點類似的概念 但是你是 往外側 拉到這邊來 那在拉的時候想像一下 像很多健美學者 他們上台的時候 會做一個姿勢 這叫做front double biceps 所以 你要想像是 你在拉的時候呢 是把它拉成 變成是這個動作 這個姿勢 OK 側邊拉 像這樣子 示範一次 我們先做reverse flies reverse flies reverse flies 三組十五下 主接休息30秒鐘 做完以後呢 接著做face paw face paw也是一樣 三組十五下 主接休息30秒鐘 倒數第二個動作 我們要來做斜方肌的訓練 那斜方肌在哪裡呢 就在我的耳朵 脖子旁邊 這兩塊 我個人覺得這兩塊 是蠻重要的 對於男生來說 我認為斜方肌練好的男生 穿衣服穿起來呢 都是非常 非常alpha的感覺 如果你的肩膀很大 但是斜方肌這邊是塌陷的話 你穿衣服的時候 它就是 脖子這邊就會變成是 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一個凸形 但如果你今天是 斜方肌飽滿了 肩膀又大 穿衣服的時候呢 你的脖子下來 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 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這個動作 我們也會做三組 一組會做十下 組件休息時間也是30秒鐘 因為斜方肌它算是 一個蠻大的肌群 其實它不只是在脖子兩側 它還會連接到你的背部後面 所以說 我們可以用主力比較強的 彈力繩來做這個訓練 我就來示範一下 該怎麼做 首先呢 將彈力繩 放在地上以後 腳踩著彈力繩 但是你一定要確定 你的腳兩側 彈力繩的長度 一定要是一樣的 不然它的主力 會不太一樣 會非常不穩定 你不需要你的左邊的斜方肌 比右邊還大 或是右邊的比左邊還大 抓著彈力繩的兩側 記得你站起來的時候 你抓的時候 你可能會拱腰 但是你站起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拱腰這樣站起來 你一定是 抓著以後呢 腰打直 像硬舉的方式 站起來 站起來後呢 臀往前推 收緊你的屁股 收緊你的核心 這樣抓著 這時候呢 你只需要做聳肩的動作 不需要旋轉 就是聳肩 我做一句示範給你看 再來我們到了訓練的尾聲 我們要做最後一個動作 這個最後一個動作呢 就是Lateral Raise 我們在練的部位 就是我們三角肌的中速 彈力繩 我會將一端踩在我的腳下 因為我沒有辦法 一通是做兩邊 所以我會先 一端踩在腳下 固定住了以後呢 有點像是剛剛做 Front Raise那樣子 但是我們的角度呢 會在側邊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動作 很多人會變成是這樣子 這樣子往上去 或是當在動的時候呢 是拳頭比較高 我們要盡量是讓我們的手肘 成為是帶動的點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是這樣子 側邊給你看一次 再放下來的時候 這個離心的過程一定要慢 不要馬上放回來 如果你馬上就放回來的話 你就完全失去掉 這後半段的訓練過程 這後半段的訓練過程 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訓練一段時間後 感覺不到肌肉痠痛 都很有可能是因為 你沒有把 後半段這個流程做紮實 慢慢的放下來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三組 一組做十五下 逐間休息時間 一樣三十秒鐘 好 好 好 所以刚刚这个肩膀菜单总共六个动作我们训练到了 三角肌前中后竖 整个菜单跑下来大约会花30-45分钟的时间 所以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个肌肥大训练菜单 你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 你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健身器材 你只需要一两条主力适当的弹力绳 在家里面就可以达到肌肥大的效果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话呢 现在马上按下订阅 因为接下来我会发其他部位的训练影片 也是靠一条弹力绳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或是你还没看过我用弹力绳做全身训练的影片的话呢 在底下也有这个训练的影片 里面有菜单可以参考 那么这集影片就先到这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 Peac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